不管是這個垃圾桶 还是这个你一定都很熟悉 我们带你直击北台最大的 不锈钢垃圾桶工厂 从单个三分类或是到社区 大型清洁箱都有 半自动化产线 这里一天的产量就可以生产200个 用起重机搬起一叠叠不锈钢片 将不锈钢片送进机器 裁切大小仔细按着荧幕 一个数字都不可以出错 四方形还是圆的 同身角度差一点点都不行 得靠老员工20年的经验 这个角落有时候会碰到 东西会损坏 这家搞钢的垃圾桶制成 年营收就破5000万 很难想象32年前 创办人夫妻只用20万创业 刚起步的前两年一度领收入 我们自己要去找客户 我们曾两个人早上5点多开着车 一路杀到高雄去 选用高延展的不锈钢片 30岁的林佑佳 4年前第二代接班 不怕高成本百货公司 高铁捷运 通通成为客户 成本稍微再高一些 但是它的耐时性会比比比较好 一边一角都不可以马虎 坚持手工打造 靠30年经验对抗入厂 不怕成为气氧丑业 不锈钢这个材料 它很难被替代掉 可能有一天我们不做 不锈钢垃圾桶了 但是我们可以用不锈钢 制成很多不一样的产品 抓住环保契机 看出日常的垃圾桶 制成学问经营法则 让这家隐身在桃园的 老字号工厂也能赚尽 千万营收 东森 财经新闻张教坚 沈玉腾桃园报道 沈玉腾桶